然后下一个问题 因为那字句叫人死 经义叫人活 格林多后书三章六节 这字句是叫什么 解经还是要看文脉 我希望我每次都说 直到这个话烙印在大家的意识里面 每一次解释一件经文的时候 一定要看上下文 保罗在这里面 什么情况下说到字句叫人死 经义叫人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大概的文脉 后书三章 三章六节 我们在因基督的缘故 所以在你们面前有这样的信心 不是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 乃是凭着乃是出于神 我们能承担的是出于神 不是凭自己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 括号里面那字句叫人死 经义叫人活 括号里面经义是圣灵 圣灵灵叫人活 字句应该是针对律法的规条 律法的你看后面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数死的指示 这里面字刻在石头上 法板 数死的指示 比如说旧约的那些 摩西特别是有光 因为领受律法 脸是发光 以至于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特光 就不敢定性 沉浸地退去 何况那新圣灵的指示 发现这个死的指示 圣灵的指示 摩西和和使徒 对比 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就知道 这里面的字句是指律法 不是指律法 话语本身 我们要靠着守律法的话 死 我们不是靠着律法 而是靠着经义 翻译成经义 也有它的意义 字句律法里面 所真正总结是基督 真正律法 不是让我们靠着律法行为 祭司 那个献祭 大祭司 那节气 并不是让我们靠着守这些 得以生命 而是这些都指向基督 那个真正的祭物 那个真正的祭祀 那个真正的节气 初书节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是祝彭节 赎罪日等等 逾越节 都跟基督的救赎 和救赎的功效有关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字句是指律法 隐身一点 就是靠着守律法 人的行为 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是靠着圣灵 所以不是靠着字句 这个字句不是我们今天 寓意隐身了 哎呀 你不能靠着圣经字面的意思 你得靠着经义 这个经义呢 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犹太人的和这个大家还没有听啊 二十课讲的 然后像天主教所讲的 在字面之外还有属灵的意义啊 属灵的意义 是从意义 所以我们说啊 字句叫人死 你跟他讲圣经字都不听啊 你跟他以经解经字都不听 你必须得跟他讲的玄乎一点 这个玄傲一点 一般人都看不出来的那种亮光 就是你想象力越丰富 你的讲道越有生命 越神越厉害 越佩服的无底投地 这就是我们中国教会一些不好的传统和观念啊 这个字句不是我们所说的圣经的记载文字的啊 我们学习解经是要要按着字意解经 这个字意不是单词 你这个啊 因为一句话他作者真正要表明的 照着他自然的意思去解释就好了 语言的规则去解释就好了 所以这个叫字意解经啊 不是我们丑化了的那种字意解经 也不是我们美化的所谓的灵异解经 所以字句这里是特别指律法啊 隐身一点不能靠着律法得救 所以靠着圣灵 真正使人重生的是圣灵 所以后面说叫死 刻在石头上的属死的执事 描述了旧约律法的法板那个限制 然后也说到了旧约执事的局限 然后新约里面是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他们乃是靠着圣灵 不是靠着字句啊 新旧约就对比起来了 这样解答可以了是吧 就应该去